在《风神演义》里,通天教主的结教素有 有教无类,万先来朝之美誉,什么意思? 就是说在通天教主管理下的结教 门下收徒没有要求,只要你有上进心 一心想要学到,那都是可以加入到结教中来的 并且也没有那么多繁琐的规矩 只要一心向善,不为非作歹皆可 不管你是山精海怪也好 非秦走兽也罢,都一同视为天下众生 没有对种族的歧视之说 这一点,结教做的应该是非常受人尊崇的 小时候在看《风神榜》的时候,只会看光景 一度认为通天教主和他的结教是大坏人 长大之后细度援助,才慢慢地发现 其实事情并不是像电视剧中所说的那样不堪 相反,他们都是大多数都是有着狭义之心 正义之感,没有那么多的花言巧语 对就是对,错就是错 并且也不会擅自下山,为非作歹 当然,这与通天教主的教导息息相关 众所周知,原始天尊为了保护门下的十二先手 制定了一系列计划,三教共同完成《风神大业》 起初,这本来没结教什么事 可最后被原始天尊硬生生地拉下水 通天教主也是一肚子憋屈别地方说 只能顺从师兄的意见,一同拟定并签订了《风神榜》 榜单上的名字也只有他们几个人知道 一共要365位有能力者魂归《风神台》 在最后一同上天授封,共同完成《风神大业》 当然,这里要说一下,之前很多朋友问到 《风神大展》中死了那么多的人 但《风神榜》中只有365位正神的位子 那么剩下那些没资格进入《风神榜》死去的人 最后又去了哪里了呢? 其实这也很好解释 天庭中有了这365位正神各归其位 但手底下也要有人守的不是 不能做一个光感司令的正神吧 所以那些死去没有进入《风神榜》的人 最后也是在天庭工作 就像现在公司一样,你一个堂堂的公司高管 手底下没有几个员工那合理吗? 所以我们可理解为最后那些没入榜的人 最后都是天庭中天兵天将了 在《风神榜》你定号之后,也就是《风神之初》 结教就有这么一位弟子 本性善良,但却被产教太乙真人无情地杀害了 那么他是谁呢? 想必大家已经猜到了,他就是石鸡娘娘 对于他的人物刻画来说 可能很多人也存在一定的误解 那就是动画片《哪吒闹海》中的石鸡娘娘 那可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大反派 处处与哪吒作对 为了复仇与世界作对 这也只是动画片中的人物 其实在《风神原著》中 他是一位恩怨分明并且很善良的人 为什么说他恩怨分明,心底善良呢? 在原著中介绍到,石鸡娘娘乃是一块石头 经历万年的参悟终于修成人形 在得到之后又修行了千年才有如今的修为 本来在山中修炼得好好的 可被哪吒这个顽劣子坏了清净 被哪吒偷拿李靖的镇天宫乱射一箭 这一箭不偏不倚地射在了石鸡娘娘的门童身上 眼见自己的门童惨遭横祸 心痛不已,见此箭有李靖的官衔印记 于是便亲自前去陈塘关寻找李靖 问个明白,直接记起法宝八卦云光帕将李靖生禽了 但李靖也不知道此事与石鸡娘娘说明缘由 便放了他让他查明此事 要是石鸡娘娘心底再狠些 完全可以杀了李靖全家 血洗陈塘关,他是完全有这个能力 但他没有这么做,说明他还是很善良的 此事且不说石鸡生气,换做谁恐怕也一样 也许还做不到石鸡娘娘的理智和善良 李靖与哪吒前后脚来到了骷髅山 李靖先去见石鸡娘娘 哪吒一到,恰巧见到彩云童子走出洞府 哪吒不想着如何道歉认错 反倒想,眼见哪吒打不过石鸡娘娘的时候便转身就跑 石鸡娘娘要是真一心想要杀死哪吒的话 他足可寄出法宝八卦云光帕来直接秒了他 但他没有这样做,这足以说明他实在是太善良了 要是换做铲教的处事作风早早就打杀了 他只是不急不慢地追着哪吒,一直追到金光洞 才得知是太乙真人的弟子 再见到太乙真人也只是说道 但太乙真人呢?正所谓有什么样的徒弟就有什么样的师父 石鸡娘娘只是要哪吒出来道个歉认个错而已 却被太乙真人拒绝,还用了一堆冠冕堂皇的话来敷衍人家 甚至搬出原始天尊来压他 这一切都因为太乙真人觉得石鸡娘娘没有什么背景 也就算得上捷教一个外门弟子 只是修行捷教功法而已,全然不把石鸡放在心里 用言语激怒石鸡,并大打出手 最后这位心地善良且又重情义且修炼了万年才修到成人 修炼千年才有点道果的石鸡娘娘被太乙真人用九龙神火罩无情地打杀了 所以,风神中看似铲教是顺应天道 但他们的为人处事在当今社会是令人唾弃的 完全以自己为中心来做他们以为正确的事 全然不会换位思考,不会考虑他人的感受 也令许多人为他们感到不迟 关注我,探索中国神话的奇幻世界